好 人民力量第二节又回来 继续跟余若薇聊天 跟你聊天很开心的 因为我不用怎样说 你都可以说了 你都说我说话比你更多 有这样的可能 我说话是不行的 我自小是不会说话的人 是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自小是不会说话 你是自小会骂人的 说得对吧 我小时候 就是BB年代到不知几岁 都不会说话 我家里以为我骂人的 所以现在没有回来 刚才说香港政治发展的忧虑 我想慢的都看到那个情况 我觉得社会的分化愈整愈厉害 还有我自己觉得解零还水是零人 我觉得政府是很大责任的 你可以说有些80后 有些政党什么人激激激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自己常常都觉得 你要去定调 那个政府其实很重要 因为它的权力真的太大 它很多事情 它是有一个领导的地位 如果它带头了 很多事情做得不对的时候 就自然会引起社会的分化 会割走极端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很多时候政府的责任是不可以推薦的 客观环境不断惑化 大家看到了 贫富远处加劫 这些老身上谈 那些地产霸权越来越惡 它的资产越来越大 政府自己都承认 香港以前好像啤酒桶 加上好像啞鈴 那两极化是越来越严重 啞鈴其实是一个… 我都觉得啞鈴不错 底那一部分和免那一部分 哪会均等 免那一部分大到无论 底那一部分那么小 所以用啞鈴来形容 香港也不错 你看到整体的经济… 不,我真的不稳定啞鈴 很容易认定啞鈴 客观环境改变 共产党的管治 这是它传统的手法 亦是传统的思想 它一定不会被民主人民的 肯比民主人民 就不是共产党了 老实说 所以你看回香港的前途 当然你们仍然是一个 想透过建制里面 透过选举制度里面 逐步去想推动改变 那我就放弃了这个路线 因为很简单一样 既得利益集团的人 如果有人拥有这个权力 又透过拥有这个权力 又可以拿到这么多经济的利益 哪里会放手啊 即是你叫李嘉诚放弃政治影响力 你叫他放弃中方的领导人 在香港的时候 不和他吃早餐 他不会的嘛 他当然会继续霸着这个地盘 继续争取加强这个影响力 令到他的地位更加巩固 这些必然是这样想的 你为什么仍然会有信心 可以透过这个选举 一来那个选举就没有什么改变 在民主党投共之后 就是那个功能组别继续存在 那个地区直选的数字维持50% 是吧 你看到未来那几年都不会 未来那十年八年都不会怎么改变 你为什么仍然觉得 你要领导公民党 透过这个这么理性 这么高贵 这么有秩序的形式 去争取香港的民主 首先我觉得 不是用高贵的形容词 因为老实说 好的 这是一个正面的形容词 你知道 你们最喜欢我们蓝血的嘛 是不是 所以我对于这个字 究竟是正面是负面 都是 刚才我说的是正面 我说的是正面 但是我自己 第一我觉得 一定 哪个人都好 什么时候做回自己 就是 有一些东西 是所不为 就是所不为 我是做不到 就是我每次学到你 那这个 就是我怎么改变我自己 我也做不到 有一些东西 我是做不出 所以这件事不能勉强 就是第一点 但是这个也不是最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的 反而就是 就是香港整体的社会 我 我始终 就是对香港人最终 是有信心的 我也是觉得 改变一定是 要来自社会 大众都要愿意改变 就是你一下子 告诉他 要做一些革命式的事情 香港其实 真是 未准备好 所以始终 你做得多少就多少 我常常觉得 可能那个过程 会像你说的 可能会很久 你说未来十年八年 都不会有改变 但是 你说一下子 我们去 突然间去搞革命 去搞 就是 每个人每天都去做一些 非常激烈的事情 我觉得香港社会 也做不到 那 就是 没有人说 就是说搞革命 就是 暴动革命这个边缘 但是去冲击这个制度 就是革命 可能有很多步子去革命 但是 要冲击这个制度 有很多方法 冲击这个制度 的确是有很多方法 这个你说得很对 所以你是可以 真是 physically 用身体去冲击 去肢体去冲击 去肢体去冲击 有这类的人 譬如我们去 所谓去冲击 现在这里 就是譬如 例如好像我们07年 特首选举 一定要搞竞争 当时 你们都反对我们 你们都说 小圈子选举 为什么要参加 但对我们来说 这个其实 都是 一种冲击 你不能让他自动当选 你要跟他辩论过 在辩论之中的过程中 突显很多 有得选择 你只是老板 或者在政綱上 要做些事情 当然你可能觉得 我们的效果不好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 你刚才说的 很对的 就是社会上 有不同的路线 是吗 你的路线 我不可以说 喂 我不是要你走路路线 我只是想了解 你仍然觉得 用这个方法 可以改变到 我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希望你解释 为什么你认为 可以改变到 我就是这样的 我说 我同意你刚才那句话 就是说 这个社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路线 你可以走你的路线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线 亦都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选择 老老实实 你认识我这么久 你都知道我的人 是不是 就算我不走你的路线 我都不批评 是不是 就算 有时候你做些事情 我不同意 我都不会说 哇 大究竟离谱 但是你现在在领导 香港一个 其中民主派 很主要 很重要的政党 领导香港这个民主运动 大哥 你是民主女神 民主阿伯 已经越来越老了 不是 民主阿伯很大影响力 很大影响力 我经常跟他通电话 阿伯 阿伯很关注我们 也很关注香港的情维 也很支持你们的訴訟 是吧 但是香港那个民主运动 当然可以两条腿走路 可以多个两条腿走路 可以多一条腿走路 是的 但是面对现在这些困局 那些腿之间 就是不要那么多咬叫 行不行 你行你的 我又行我的 我们互相需要的时候 就配合 不需要的时候分开点 我们跟你没有拗叫的 你跟公民党一向都 就是 除了个别一两个事例 人事问题之外 整体来说没有什么拗叫 是不是 我跟你一向都很谈的 但是说回那个民主运动 就是你怎样令到 当然就是 民主运动可以等到市民的意识 或者市民的愤怒去到爆发点 那你才可以站出来领导 也行 另一个就是 喂 你可以领导 带领这个爆发点早些爆的 就是撇合火 是的 你可以帮手撇 很简单 喂 我和毓民长毛 被人在立法会抬出来 市民没有反应 你说试试余若薇 在立法会以上 被保安这样抬出来 哇 大佬市民围了 这个政府总部 一百万人 有这样的事 我真是 那个激发点肯定不同 那么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被人抬惯了 没关系了 但是你说如果 某些的议题 突显这个政府的不公义 你说余若薇 愿意在立法会里面 给曾玉成主席 要你出去 跟着那些保安 好像昨天那样 六个夹着你抬出来 市民的观感会很不同的 其实在很多人眼中 我很激的 你看看很多报纸 你整天天天网我激的 你好见吗 文会大公 那些是文会大公 很多报纸网我激的 你不要说 这么特首都网我激 你记不记得 在那个余真变 即是他约我那次辩论的时候 我都预认了他说我 即是他那次真的 即是 即是我差不多 他说的那些 那些辩论里面 他说要说的那些 我差不多预认了 那么他其中 就不是有说我们激 是吧 激进啊 偏激啊 我很简单 就是对着他 对着他电视机 我说我哪一分激先 现在 即是 即是当你是一个 法西斯主义者的时候 其他那些要求 小小民主都是激的 大概 即是曾荫权 其实 即是我今天在Facebook 我没说 他说的那个 所谓政治伦理 其实他那些就是 吃人的礼教 嗯 等同鲁迅 即是差不多 八十年前 讲的那个 就是《狂人日记》 里面所说的那个 哇 他所说的那个的伦理 就是不讲粗口 即是要听话 即是跟这个 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 有什么分别 是吧 那我都不讲粗口的 是啊 但是他所说 他根本是要操控的 他那个模式的社会 就是那些人要听话 要受管治 即是我要你行东 你就要行东 要你这个 跪下你就跪下 基本上这个是他心目之中的 即是政治的秩序 那但是 公民党成立到今天了 那就 在绝大部分中产 即是里面 特别民主党投共之后 即人民力量 或者社民园来说 他们觉得偏激的 很多人都很希望 有个期望呢 是这个公民党可以领导香港的民主运动的 你对这个的期望这个诉求 感到很大压力 我有少少 我有少少怀疑 就是香港人是不是真的 好像你说那样 是期望有些人去领导民主运动 即老实说 我问你那句 你都不会说余若明 我期望你领导民主运动 我讲了很多年了 你讲了很多年 你是这样讲 你当年未成立公民党 你今天对着我就是这样讲 你当年 你记不记得当年 你未成立公民党 我叫他组党的 你记不记得 你未成立公民党的时候 我在旧立法会议事厅 前厅 我走完 你聊完电话 我走过来跟你讲的 我是建议你组党的 当年 不过这个是题外话 不就是题外话 因为事实上 我都同意你讲一句 就是每个人 有他自己 或者每个党 都有他自己不同的风格 他自己的路线 是很难的 所以你说 就是要有些人出来 整个什么民主共主 或者领导 但是如果你选了一个政党 你不领导 譬如公民党 是一个民主派的 就是所谓 不要说第一大党 一个主要的政党 你一个民主派的政治的政党 在香港这个那么高压 香港这个逐步民权 就是人权法治倒退的 这个环境之下 是不是都是应该 要出来领导 起码抗拒这个民主人权法治 自由的倒退 这个这样的现象 都要出来带动一下这个 所谓 不要说抗争 一个基本的捍卫 抗争 这两个字 我们是绝对不介意的 我们一向都说 我们公民党的立场 是理性的抗争 抗争其实是需要的 如果你说和熙泥 温吞水 其实你做当来做什么意思 昨天你们都很果断 那样 即是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 你要针对那件事 不是针对一个人 他是不对就是不对 我不管那个人 是建制派也好 是民主派也好 是民主激进派也好 或者是温门激进派也好 你要看回那件事 什么情况会令到你 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 余若薇 是会不惜 不听主席的指令 坚决反对 要保安抬你出这个议事堂 我不知道 可能有一些事 我觉得是 主席很离谱 我是 要抗争都不顶 我不知道 是不是 你不排除这些可能性 我觉得 很多东西是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我是会坚持的 好像今次 我觉得香港的法治 是受到很大的冲击 亦都很多人 是不公平地批评 有些做司法覆核的人 或者他的申请人 或者律师 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 无论有多大的浪 你会蓋过来 我都觉得 这些事情是要坚持的 至于你说 第二天在议会上 有没有一些事发生 我觉得是需要坚持 甚至去到抗明 我不知道 我是一个很守法的人 我想可能 亦都和我的律师背景很重要 很有关 你会觉得 你指一个律师 说他不守法 就觉得是一个很严重 所以每一样东西 就算我做什么 我都想一下 有没有违反人家的版权 我都要想一下 所以是很 或者选举的时候 违反选举的指引 和条例 比如很简单 今天早上 我在马路上揮手 我看到 为什么我支持候选人的 那些班牙不见 对手的那些班牙都很难见 我说你是不是没有挂 他说不是 他说我有挂 我那些班牙全部要向着牙 不是向着马路 但是对手就违规 向着马路 我想想一下 这是很传统的公民党 你吃虧 等于看不到你的班牙都看不到 因为你向着牙 反而对手就违规 向外面的街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要守规矩 是很吃虧的 但是你说 会不会去到一天 我真的觉得 我要公民抗命 我不知道 但是公民抗命 在我们 讀法律的人的字典里面 是有这件事 是有这件事 不过你要去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 搞政党 当然拿人民的选票 还要到选举 你拿你更多的议席 多议席 才有这个影响力 在政治上 特别在议会上 但是另一方面 群众组织 和动员都重要的 比如好像你这一次 所以我们没有你那么聰明 所以这一次你的外容官司 讲这个法理上 讲这个原则上 讲这个维权上 是对的 但是一讲到组织动员 哇 被人排山倒开 被盖上来 也没有任何 直接看不到团体 不但没有团体 一些民主派的所谓友好 都背后挤你两刀 在地区搞签名 要求政府上诉 反对给菲庸的居留权 你那个群众的支援 相对地和你的政治影响力 相对地不成正比 和你的选票都不成正比 作为公民党的领导层 你怎么看这个党和群众的关系 和政治事件和群众动员的关系呢 我想这件事很多时候 是跟我们本身的背景有些关系 因为我们出身 其实不是搞政党和搞社魂 我们出身很多时候 都觉得理念很重要 很多时候做一些事情都是从原则角度去考虑 不是说这个会增加多些选票 增加多些议席 或者是怎样 就像刚才举例 你宣传都比较差 因为你要守法 你那个笔笔要向没有人走的地方 然后别人不守法的地方就全益了 没有人知道你因为这样而吃虧 但是你自己心里就觉得 其实我是守法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得不少的反映 就是我们的恩迷很多时候 那个为了法律的顾忌 各种制造的顾忌 群众组织和法律顾忌是无关的 会有的 会有的 因为如果你很多时候 你是从一个哪里的好处去考虑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会组织群众很多 但是如果你很多时候 很多顾虑的时候 这个是信念问题 我觉得 我自己的想法 就不是拿着数 也不是利用群众 因为有些人就当群众是工具 要的时候就动员群众 但是你做任何政党呢 当你那个政治的发展 和群众要结合为一体的时候 你政党的发展 和群众的工作要相结合的 要不然你就是一个脱离群众的政党 类似有些偽民主派政党 所以公民党的理念那么清晰 也都有一定的纯真性 我可以说 你怎样可以强化 或者在组织发展上强化 和群众的关系 或者和群众的结連 导致你在政治发展上 遇到好像外用问题的时候 不会那么孤单 其实可能这个是我们目前 一个最大最大的困难 就是很多时候 跟我们理念相同的人 比如加日公民党 或者什么人 都是同样的思维 很多时候我在街上见到一些人 比如说我很支持你 我们加日公民党 哎呀我读书很少 哎呀我读书很关系 这件事 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会有少少 你刚才说 就是脱离了 很多人都觉得 你要去到某一个层次 才去公民党 就是讲道理的 就是会和群众来说 变成有一个疏离的感觉 这个是要我们时时刻刻都记得 这个是我们一个弱点 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方法 或者人脈 可以打破这一方面的困难 不要紧张 在这个外容问题 人民力量一定会和你并肩作战 一起会冲破这个困局 不是好像有些说一套做一套 我期望有一天 就是在这个抗争路线上 有一天和余若薇手翘手的时候 一起被警方拘捕也好 被立法会的保安一起抬走也好 我想如果到那天的话 这个香港的抗争运动 可能会报到一个新的高峰 哈哈哈 很感谢啊 奥全 我们再聊一会 拜拜